上学的第一天 今天,珊珊第一天去上学 妈妈替她穿上新校服 珊珊和她心爱的小羊鼠说了声再见 妈妈就送她上学去 老师微笑地欢迎珊珊 妈妈对珊珊说 要听老师的话 老师会像妈妈一样爱你的 老师托着珊珊的手 教她向妈妈说再见 妈妈告诉珊珊 下午便来接她放学 妈妈要走了 珊珊很不开心 眼泪都流了出来 老师带珊珊进入课室 课室里有很多同学 大家见到珊珊都友善地跟她打招呼 开始上课了 老师先教同学们唱歌 大家一起唱上学歌 接着 珊珊跟老师学画画 她画了妈妈 因为她在想念妈妈 因为她在想念妈妈 到了游戏时间 珊珊珊和同学们一起玩捉鸣场 猜一猜 珊珊的同学们躲到哪里去了 然后 老师又教同学们扮动物 同学们有的扮小鸟 飞 飞 飞 有的扮白兔 跳 跳 猜一猜 珊珊办了什么 哦 原来是办小羊鼠 鸡鸡鸡 鸡鸡鸡鸡 老师在她办的庙 放学了 珊珊看见妈妈站在校门外 马上走过去 扑进妈妈的怀里 妈妈问珊珊 上学好吗 珊珊说 上学真好 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 玩得很开心